遇到可能態度比較不友善 可能想要做一些法律上 比較不允許的事情的話 必須要很堅定跟他們說 就是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那我們市政府沒有在跟你開玩笑 如果你之後真的不來申請的話 我們就是會把你拆掉 你現在是幫我打開 你叫裡面是打開 剛到現場的時候有一點崩潰 因為現場的環境真的非常的不好 非常非常多的垃圾 道路也都沒有鋪設博遊 所以整個塵土飛揚 就覺得怎麼會是一個 這麼亂七八糟的環境 更可怕的是他們提供的門牌 其實沒有辦法用Google找到 必須核對很多資料 才有辦法找到廠家正確的位置 沒有人願意自己的家鄉 像被說是垃圾山 那我希望站在市民的角度 去輔導他們合法 為他們撕下這個標籤 我每次訪視的時候 其實被流浪狗追是家常便飯 那我們常常為了要保護自己的安全 我們在貼公告的時候 就會在車上裡面 然後頭探出去要去貼 不然隨時可能 一個沒有注意就會被流浪狗攻擊 我發現其實我從小就很喜歡去 體驗各式各樣的空間 那去感受它當下帶給我的感受 那我覺得這應該也是我想要 投身建築行業的原因 自從接這個專案以來 就會面對到很多人的記憶 他們會覺得 你一個個子小小 看起來弱不進風的女生 為什麼會去接到這樣子的專案 畢竟他現場環境也不是很好 那我就會覺得 為什麼什麼事情都要分男生女生 他們越覺得不行 我就越要把他完成這個工作 一開始的時候 大部分的長家 在面對我們對他輔導 然後我們在解說的時候 他們的態度都是很冷漠 當下就會覺得很挫折 那後來會覺得 我不應該因為他們對我的反應 我就這樣子退縮 變成說面對他們的態度 我就會用更堅定的語氣的方式 去回應他們 假設說遇到可能態度比較不友善 或是想要做一些法令上 比較不允許的事情的話 我就還是必須要很堅定 跟他們說 就是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那我們市政府 其實沒有在跟你開玩笑 如果你之後真的不來申請的話 我們就是會把你拆掉 家庭教育是影響我很大一部分 從小我父母就會跟我說 理用去害怕做錯事 如果你做錯之後 你要勇敢去承擔去解決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接這個專案過程中 一定會遇到一些挫折 後來我換個立場去想 我覺得對我來說 雖然這只是一個專案 但是其實對當地的廠家來說 卻是他們一家宿口賴以為生的飯碗 那就更讓我覺得我應該要去協助他們 輔導他們 雖然我進公務局就只有兩年的工作經驗 但我覺得可以參與這個專案 能夠去解決這30年來無法解決的問題 又有辦法去協助當地的業者合法化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 經過這些努力 已經有慢慢把一些廠家輔導合法化 那就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我從高中畢業 就是北上來台北念大學到工作 其實就都一直住在新北市 那我覺得新北市給我的感覺 就很像是人生訓練場一樣 就是一直不斷地在上井發跳 一直在靜靜自己 那我覺得我只要持續 就是相信自己的初衷 那去做對的選擇 相信自己就可以了 New Taipei 我們power